欢迎回来 一般上我是不会花太多的心思 在沐浴用品上面 我会啦 但是近年来在市场上 有一款沐浴气泡球 当你把它放入水中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冒泡 而且这个东西 继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 就是你只需要有一盆水 就可以让你的小朋友玩得不易乐乎 但是这个沐浴气泡在家里面 到底要怎么样制作呢 我马上一起去看看 我们需要一杯小苏打 三分之一杯的玉米淀粉 半杯的柠檬酸 三茶匙的橄榄油 一茶匙的香精油 玩具 水和一个茶匙 还有食物染料 我们把这个小苏打点倒进去 玉米淀粉也倒进去 两个一起塞 然后就用打蛋器把它搅均匀 好了 过后我们就能放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这样倒下去 香精油也倒下去 再搅一次 全部要均匀 然后等下做出来 它会有一块一块的那种团块 所以你大概觉得它已经均匀过后 就能把那个柠檬酸给倒下去 再搅拌它 所以柠檬酸跟那个小苏打 它们两个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对水非常敏感 如果你摸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它们有点冷冷 因为它们有一些化学反应了 尤其我也是尽量 不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做 因为那个空气也比较潮湿 潮湿的话 你做出来的效果就不会很好 现在我们要加入食物软料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蓝色 你随便都能买得到 还是超市厂买得到 可是我们先放一滴线 如果放太多的话 那个颜色会很尖艳 其实用这个食物软料 冲凉是不会软到你的肌肤的 可是当你在做的过程 它可能越比较浓 所以可能会沾到一点 所以洗手洗几次 它就会洗掉了 最后加入半茶匙的水 继续搓揉 直到混合物的手感 像是湿沙一般 就能放入模具中 放入模具时要切记 不该大力按压 而把两个模具并合时 也该注意力度 以免在风干的过程中 外形裂开 如果想要一些惊喜 你也可以在里头加入玩具 这样当沐浴气泡球 在水中溶解时 可爱造型的玩具 也会浮出水面 通常我们会用 家里厨房找得到的 clean wrap来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过后 可以收大概三个月左右 不要放在厨房 或者那种潮湿的地方 放在房间就可以收得比较久 我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是这个 柴犬的冷制造 就是我们的手工造的部分 它是比较可爱的造型 然后是用天然油脂做成的 想要在家自己制作手工香造 绝对少不了使用造化剂 将造化剂加入冰块里头 溶解后就形成了碱水 由于碱水的腐蚀性强 制作过程一定要非常小心 除了戴上手套以外 也应该佩戴护目镜 现在就溶解完了 我们先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把油脂加入 先加橄榄油的部分 橄榄油是200公克 就是一定要用秤的 它容量要准 然后我们慢慢的倒 OK 这边200 然后就把它倒进 待会要搅拌的锅子里 那接下来我们倒另外一个是 椰子油 这是椰子油的部分 椰子油的部分是140克 我们把它倒到刚才的锅子里面 然后接下来倒这个是棕榈油 棕榈油是120克 再来是榛果油 就是这里面油品算是最滋润的一支 榛果油也是120克 最后一个是甜性仁油 也一样也是120克 我们把它倒进去 那所有油脂都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先搅拌 让它先混合一下 我们这一次呢 是不做加热的这个动作 我们是用一般的室温 去做检疫跟油品的调和 然后我们现在先量一下两者的温度 现在检疫的话是25度 然后我们再量看看油品的温度 这是25度 差不多两者温度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将它们混合 将检疫倒入油里头时 要确保没有胃溶解的颗粒被倒入里头 混合搅拌的时候也应该注意 不要让空气流入混合物里 以免影响到肥皂的外观 那我们现在手打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用机器打 可以加速我们的造化的反应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造液啊 比刚刚的浓很多了 就是表示刚刚我们溶解的检疫跟油品 已经在进行造化 它慢慢凝固 接下来把混合物分成500毫升 就能开始调色了 这500呢我们要先做白色 就是狗狗鼻子的部分 接下来呢我们要加香精油的部分 精油的话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甜橙口味的精油 然后大概是5毫升 我会加一点点的加速的香精 让它可以造液可以早一点定型 让我们可以比较好做造型这样 将剩余的混合物调为橙色 接着就能一层层的倒入模具里头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狗狗造型已经刮好了 然后这样就算部分阶段的完成 这样子我们就先放到保温箱里面 保温24小时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切造了 切好后就能使用其他颜色的肥皂来点缀 一个柴犬形状的香皂就做好了 好的今天的诗诚有约就播到这儿 欢迎浏览巴世界资讯娱乐网 以及诗诚时事的Facebook页面 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